來就這一份 來各位這是在2020年4月 2020年4月之前發生什麼事情 2月份的時候 都發局跟柯文哲講 說我們跟金化成在打官司 OK那我們勝訴了 然後去跟他講這個狀況 3月份的時候呢 印曉威召開了便當會 OK 那柯文哲在317318那個時候呢 交辦要去處理這件事情 OK所以那時候都發局其實上很不解 就是我們官司已經打贏了 為什麼你柯文哲還要我們幹這件事情 後來柯文哲呢 中間有專簽要求他們說就是給我開都委會 那現在柯文哲說不知道嘛 你真的覺得那個我們講地方法院的法官真的是白癡嗎 我覺得不是 我等一下講給各位聽 為什麼那個法官其實不是白癡 來 結果呢柯文哲在4月份的時候 因為這件事情推行不順嘛 他那時候交代彭震生當PM嘛然後要求說開都審會嘛 來他講這句話 他們的結論是什麼 言者很簡單 公務員不坐牢 CO IMCO 就是那個 IMB的翻版IMCO OK 來各位看完這句我先不解釋喔 來聊天室 柯文哲在案子要求已經送到都發局都委 召開都委會 的時候 交代彭震生當PM 這時候跟他講一句說 他們的結論是什麼 原則很簡單公務員不坐牢 他知道這個是變遷喔 所以柯文哲又很隱晦的方式在講 來各位 你覺得柯文哲的意思是什麼 你覺得他有 他是要讓金華城過關的 黨加一 你覺得他的意思是叫金華城不要讓他過關的打 減一 好不好來各位請投票 你覺得他要讓金華城過關的打加一啦 你覺得他沒有要讓他過關的打減一啦 就這麼簡單啦 好不好 喔喔 各位我給你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就好不好 你知道為什麼柯文哲會講剛剛那句話嗎 因為事實上喔 有無數的人 在過程當中一再的 從2017年開始一直跟柯文哲強調 不能給他容積率 不然這會有圖利 這會有違法的問題 不能給他容積率 不然會有圖利會有違法的問題 包括議會質詢也有 各位 印小薇 對各位沒有錯喔 就是印小薇 印小薇曾經質詢過柯文哲 問他說金華城容積率拉到560的事情 然後柯文哲直接跟他講 公務員不敢給 因為會坐牢 公務員不敢給因為會圖利 你聽得懂嗎 所以柯文哲知道 這一件事情不能辦 辦下去會被關 這件事情是違法 但是你仔細看柯文哲他這時候 是不是 專簽要求金華城處理這件事情 要求都發局開都委會去處理金華城這件事情 他說 他們的結論是什麼 原則很簡單 公務員不坐牢 那我問各位一件事情 我們就不要處理這件事情就好了 不要處理這件事情哪會有坐不坐牢的問題 各位 不處理金華城這件事情不就沒有坐牢的問題嗎 你聽得懂嗎 不處理金華城這件事情 從頭到尾不就沒有坐牢的問題嗎 這個邏輯不難理解吧 那什麼叫做說 他們結論什麼他都問嘛 問彭政生說都發局也好都委會也好 原則很簡單嘛 就是這件事情處理的原則很簡單嘛不要坐牢 所以換言之 就是想辦法規避法令嘛 這什麼意思 就是要幹這件事啊 不幹這 如果柯文哲他的意思就是說他只要講說這件事情不處理就好了 他說 原則很簡單公務員不坐牢 意思就是說這件事情一定要處理但是我們想辦法規避法令不要被抓到就好了 你懂嗎 再來第二件事情 柯文哲一再聲稱自己不知道 但事實上土豐富 原則 結論 不坐牢 下指令 代表 從頭到尾這個都委會到現在他一直講說 是共識決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他下指令所指導的嘛 所以柯文哲在庭上說他沒有涉及到程序他沒有介入 他不知情他不知道容積840 光這一句話 就證明一件事情 柯文哲作為正在說謊 因為從頭到尾就是柯文哲要求 彭政森 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想辦法 規避法令不要被抓到 不要坐牢 你怎麼會看到有人在便簽上寫說公務員不要坐牢 就是我叫你幹這件事情你想辦法讓大家不要坐牢 那他自己本身講說跟彭復講這句話的時候他就知道這件事情違法了嘛 各位我跟你講不然你去攤開蔣灣市政府 張善政市政府 我給你保證你去攤開全台灣市政府裡面的首長 沒有人會下一個便簽跟他的下屬講說我們不要坐牢 幹壞事 而且他很清楚知道說他竟然知道不要坐牢 所以在當時他就覺得自認為聰明 你攤了一堆斷點給 彭政森嘛 他要彭政森去扛這黑鍋嘛 但我跟你講這個小差一點啦 接下來會更精彩的啦 你等著看啦 我跟你講看你們這些有嘴說到沒有嘴 我很期待喔 等到 我們講的 等到我們講的啦 沈慶慶受不了了 開始講了之後 柯文哲拿一堆錢之後 我不知道你們小嫂這些人要說什麼 你們到時候要哭什麼 到時候如果沈慶慶咬了我真的不知道你們要講什麼 你們要學阿扁嗎 阿扁無罪 阿那個那個很合理啦那個沒有什麼啦 阿就甚至先 來我們來看柯文哲的 鐵證 來 笑死 還沒完不要緊張 一堆 好不好 耍流氓是沒有用的 不要臉貪污犯還敢耍流氓 貪污犯就貪污犯還在那邊大小聲 還敢在那邊嗆檢調 長這麼大沒看到這種人的啦 臉皮厚到這種程度 來 不是這個 不是你 這是怎樣 來 站一次 來 柯文哲的簽合紀錄 來台北市都發局簽稿會合單 為金華城擬定107年數字更審 都發局總收穩 OK 然後勒 來 台北市都發局 來這是什麼時候 2月24號 已經駁回了 就是那時候金華城告他然後已經駁回了 好書院駁回 這奇章嘛對不對 要看一下 來 金金華城巡述送提出救濟 本府 尚不已 與金華城和解 自行合一認定 且本府無任何理由 自行與金華城合一回復 恐無法說服社會大眾 於都發局本府 立場恐遭致 立場反復 重上 考量本案已經法院訴訟建議 應循訴訟管道之解決 以免導致外界增值本案金華城正義 本案如奉何可 你回覆對本府不同意辦理和解事宜 後續行訴訟法院判決 如何 請市長裁決 訴審訴訟 也就是當時 2020年2月的時候 都發局已經打贏金華城 金華城那時候提出訴願 結果 都發局打贏了 然後呢省進行提出一個和解條件說那你給我680幾的容積率就好了 都發局說我不要 我已經打贏他官司我幹嘛還跟他和解 等下外界覺得我們立場反復不行 OK那時候柯文哲簽了這個東西 OK 然後再來 結果 各位有趣的來了 柯文哲2月的時候呢明明知道 這個東西不能碰 突發局跟他講了 說你不能給他們和解 也不能幫他們忙 你看一下柯文哲在3月份的時候幹了什麼好事情 來 這減蘇賠的 結果柯文哲呢 來喔這是10月的他怎麼會先用10月的好沒關係 柯文哲在10月的時候幹嘛 都發局修訂土地管制 容積獎勵 OK2050為上限 OK開放空間 來 各位這是誰 2020年11月11號 台北市長柯文哲 這邊已經寫了 修訂他的管制要給他容積獎勵 給他智慧城市所以換言之 柯文哲在2020年的3月 哎不對 2020年的2月就知道 都發局說我們已經贏了不能給他容積率 結果到了隔年 沒有當年 柯文哲幹嘛 給他容積率 剛剛那份文件各位有沒有看到都發局剛剛講說 市長 我們已經贏了 不能再給他容積率 人家會覺得我們反覆 人家會覺得我們變掛 結果柯文哲幹嘛 給他就是我們講的20%的容積獎勵 最高50% 所以是840的上限 來我們再看 來喔 公告公展 第三三分區 展覽期間 公告公展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容積率給金華城 我要讓社會大眾知道 109年11月17號公展 來喔 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自己貼了一張公告上面寫說金華城容積率變840 在2020年的11月11號 然後柯文哲跟你講說我不知道我貼了什麼 人家叫我貼我就貼了 來 本市都市計畫區OK 109年11月27號這是要幹嘛 細部規劃舉辦說明會 OK 又是柯文哲 來 10月17號公告公展 電子書可以下載又是柯文哲 來 11月16號 公告展覽書 又是柯文哲 都每一份都有他喔 土地管制分區都市計畫書 又是柯文哲 柯文哲自己在這個書上面840%的容積率蓋章 然後跟你講說 我都不知道 然後我跟彭正森講說 趕快啦不要違法不要坐牢就好了啦 把這件事情處理掉啦 小心啊不要坐牢啦 然後 2月份的時候都發議員跟他講說市長不要幹啊 然後他就硬要幹這件事情然後說 彭正森小心啊不要坐牢 你到底有什麼好討論 我跟你講啦這只是土地而已啦 這個我不要啦 這只是土地而已你知道嗎 柯文哲 你要中獎的喔 是貪污治罪條例的 違背植物收貴罪 思念以上有基督行 然後這樣才符合你的身價嘛 那叫我胖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